继续在地争台湾带你来看 度假不一定要出国 到花莲的农村来逛逛 也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这是花莲的观光休闲农业在出发 让游客可以DIY各种农产品 像是五鹤休闲农业区呢 就让游客可以体验制作传统客家的三根茶 这也非常受到欢迎 而在玉里东风的休闲农业区呢 则是提供了当地的有机麦芽 让游客可以DIY酿酒 也吸引了许多人潮 这就男生要咬啦 大家亲手拔脚把麦芽摸细 就算吃力 但大家的表情超开心 因为这个DIY很特别是要酿啤酒 这个会不会很酸 还可以 还是因为很期待 有没有很期待要酿啤酒了 没有 很新鲜很好玩 是 是很喜欢这样的感觉 对 以前有酿过啤酒吗 没有 今天这是一个新的体验 体验对对对 很好很好 感觉像不错 磨好的麦芽倒入锅中 水控制在65到70度间 焖煮一小时后 再倒入啤酒花继续一小时 最后加入酵母一起倒入发酵桶中 一星期后 自制啤酒大功告成 不会在玉里镇的花莲东风休闲农业区 以有机栽种为主 其中杂粮作物以往都拿去制面 农民改变作法 创新发想 拿来做啤酒DIY 自己有很好的本土有机小麦芽 我们应该把它更有效益的发挥 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呈现给消费者 让他们更有感触一点 不过提到东风休闲农业区 其实是花莲最早开发的休闲区 民国85年 当时台湾省政府为了活化农村 以复利农村为目标 选定这里建置休闲区 但被省后农民只好自立自强 找出特色继续经营 现在不但有生态 有机农产 还多了露营区 85年的话在做休闲农业区 在转 现在92年的话 我们再慢慢去转型产 露营区 那现在目前的话 可以定到的话 已经定到了2月28 228年这样的期间 把蜜香红茶填满整颗柠檬 用棉绳绑紧 最后放入茶叶专用的 烘焙机烘烤一星期 传统客家酸甘茶完成了 同样是DIY 但在午后休闲农业区 却很不一样 用的是传统客家制茶技术 加入新的元素 让民众玩茶叶 我觉得有点难 要把它绑得很紧 不然它就是绳子会一直动 这项棉绳的东西 黑黑的并不起眼 却是代表客家勤俭精神的酸甘茶 传统用虎头甘制作 但在瑞穗就用特产闻蛋柚 而新一代轻农想要提高产值 用四季结产的柠檬做基底 一样创造出独特价值 竞产就是把它的这个做法 工序就是可以传承下来 然后一部分创新一部分的 我们是把里面茶变成 我们在地的蜜香黄茶 然后外面果皮的话 我们不是用葡萄干 我们是用在地的文蛋柚 用沙漏精准兑食一分钟 茶色红润的柠檬红茶 让喝的人好有感觉 我感觉就是很清爽 然后很特别 然后香气还蛮细紧的 位在瑞穗的五鹤休闲农业区 是所有休闲农业区产品 最多样的地区 茶叶柚子牛奶甚至温泉 都是这里的特色 而年轻一代农民也乐于回乡 瑞穗公所把原本荒废四年的 卖场空间腾出来 开辟七年农民馆 无偿给他们使用 有这个机会 我们就把这个场地 把它提供出来 给大家去使用 然后透过大家的一个 用心跟规划 我们把它装饰装划 又重新开展 友善清农让瑞穗的农业 变得发达 东风休闲农业区 以有机打通路 两者加入创新元素 由新一代农民接手 延续农业生命 也开创了休闲农业的 观光奇迹 明知新闻 吴正彦 华林报道